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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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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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 大家好 今天很想介紹一位 叫高爾祥 他是一個台灣的 很高大的 是一個電影電視 娛樂圈的 一個英俊 他是台灣人 台灣出生 現在是 全封了 他不幸地在 大陸的浙江拍攝 一個非常刺激的 一些 體能相片的 拼搏 和 一個現場的 直球 比賽 幸好 大家知道他 是十一月二十七日 今年 他還未跑完 最後那段 他自己 發覺自己心象不可 就睡著 睡著 十幾分鐘後 就沒有了 不幸地去世了 35歲 非常之年輕 非常之 就算 走了 我們中國人說 他們父母都七十幾歲 發送黑髮 又是一個例子 我今天想說這件事 最重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重要是 對人生 是怎樣去把握 以及 命 力 以及錢 是否第一件事 如果說 這個台灣英俊 他是一個 模特兒 他打得籃球 太拳鬥 他又做得很漂亮 特別是 他的藝品 非常之 摩迪斯 他很大愛心 他對父母是很孝順的 加上這麼多前台 我覺得 他的去世真的很可惜 而且太早 因為如果這個公眾形象 如果是我們社會 我們的媒體 經常出現 是給大家一個好好安慰 你看到他的 錄影 參加娛樂節目 都是一種很放鬆的 一個好享受的一個節目 但很可惜 就這樣沒有了 我個人看到很多資料 其實今天就分享了三點 因為都看到少些 廣東話的 講到他 因為大家都在香港 在這個特別的歷史時期 反送中 已經是 去到這個階段 下一步 我們怎麼說呢 因為美國那邊 美國政府已經 國會已經開始 列出那個懲罰名單 包括林靜月娥 還有 鄧明祥 陸維聰 李家超 這派人已經 已經是 去到這個名單 我們香港人 就是 所有的犧牲和努力 是白座 所以我看這個 這個帥哥 一定是很遺憾 因為你只有35歲 他女朋友12歲 分分鐘可能很快就跟這個女朋友 定婚 帥哥美女 可以開個很漂亮的婚 一個 結婚 很可惜 就認真沒有這個機會 我看他所有的報道 特別是台灣 已經是一個很重大的 很重大的一個新聞 就是講 很多細節 其中最重要是講到 他的心臟發作 其實那個心臟 是跟病這個字 是沒有這些關係的 因為他的家族 他自己的身體條件 是一點都沒有關係 沒有一些關係的 我自己有個人的經歷 我自己也有自己身邊的經歷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 兩點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 你千萬不要為了 力 為了名 為了錢 去把自己的生命都撞送 中國那邊是多錢賺的 是很多機會的 但是你不用 把自己的生命都下賭 你不用堵住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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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樣的問題呢 因為這一代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 這一代的年輕人 很大的問題就是 遲憤、遲憤、遲憤、遲憤 因為我也是 認識了很多香港朋友 他們真的 晚上 十二點之後 一點、兩點 做午睡 我自己也有這個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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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三十年的時候 我不覺得的 我覺得好玩 十一點都可以吃得飲 都肚餓嘛 那現在老了 你吃什麼都不舒服 所以你的身體本身 使得你有很多經歷 可以做到 即是攤下 二萬一就不睡 但是如果短期就沒什麼問題 如果長期 真的有很大的傷害 還有你年輕的時候 可以算 就算 就算 可以 玩一下 但是 不常 比如說 過節 生日 派對 可以試一下 什麼 假期 都可以接受 你身體 間中一次半天 可以接受 但這個 好像 這個先生的 高爾祥 他為了自己 出名 是正常的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是他 在大陸拍 已經拍了兩集 身體已經相當疲勞 第三集 就是 那些導演 就 要他們 拍到好東西 要看到一些 很緊張的 情景 五個六個 鐵影機 追逐一個人 多角度 這個本身 是相當刺激的 相當刺激 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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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本身 這個高爾祥 這個英俊 沒有所謂 我 我 又打籃球 我又什麼都可以 我身體質素 沒有問題 那麼 變成 他覆律了這個 我們的心臟 本身是一個 物理的 一個 激怒 一個 肌肉 如果你客觀 來看 我們中國人說 心 什麼神 什麼 精氣神 什麼 心情 然後 再說 什麼 情緒 其實都是來自 這個心臟 五臟六腹 心臟是陽的 因為 即是 你 即是 每天 每分鐘 他都不可以停下來 這是不是事實 你是睡覺的時候 你都在這裡做事 他都不能停 他不能停 所以 全身體 只有一個 心臟本身是不能休息的 所以他通常是不會說 好像乾 好像胃痛 給一些機會 你說你可以養一下 你 調理一下 身臟是沒有的 他也是很少機會給你 一個警號 什麼暗示 可能會 會 全部都有這種感受 你就 What's going on 你就感覺到 哇 那你 心臟是 身體 全部身體的血 還有 這個 整個 什麼 動物 靜脈 你這個 身體的循環 是靠著心臟的 當然 主要是靠著心臟 跟著其他器官 一起運作 那不幸 他8點 早上 11月27號 8點開始做事了 他就算 間中有些休息 大哥 你去到 晚上8點 已經是12個小時 然後再加多5個小時 那就死火了 你一定死定了 哎呀 我今天都很痛心 你一定死火了 而且他又不是說 看一部電視 看一部電影 跟你朋友 在休息一下 什麼都不做 靜脈 他又不是 他晚上8點至1點鐘 還在跑 還在飛 還在追 是嗎 那已經搞到 他身體本身 已經是 我們知道 我們人體是 你11點之後 就算你12點了 這個時間 你都要 他的內臟 你的五臟六腹 是要休息的了 大哥 你不休息 他都已經去到 一個休息的狀牌了 因為我們說 日出已造 日落已息 就是 中國人說 他是有道理的 他是完全適合我們的身體 科學 你如果說科學 這個科學 現在是很大爭議的 科學其實是 越來越遠 離我們人的自然 越來越遠 科學未必是好的 大家知道 我們身體是一個自然部分 你如果是不照顧他 你不存 這個天然的自然的巡迴 你就會死 就是這樣的事實 第一 他是太疲勞 第二 他真的不懂 他如果懂的話 他可以玩一下大牌 今天我不拍了 真的 我要休息了 對不起 但是不幸運 他為了賺15萬人民幣 為了 他簽了合同 他分分鐘可以玩一下大牌 我不能做 因為我 對不起 我身體不行 還有他團隊有說 可見大陸那邊 賺錢快 賺錢易 但是 你命都沒有 都幾快幾易 所以這個是很可惜的事實 我們今天分享這個 鞠椅場的事實 就是 大家要休息 人生是可以很 很他條 真的不用急 英國這邊是好的 你不要說 好像有些人說 英國 歐洲這邊做事很慢 好像太齊 不受得 沒有效率 其實事實上不是的 我覺得 是可以慢慢來的 你只有35歲 你急什麼 你25歲更加不用急 你都是人生慢慢活 你今天得到的東西 去年可能得不到的東西 過了幾年才得到 可以人生計劃 高宇全都是可以這樣做的 所以他偏偏就 很自信 我相信 但是又偏偏不幸 中國那邊 整個 啤切的團隊 沒有 first-end 是沒有的 人們只懂了 押他 什麼叫 CPR 就是對著嘴 對著胸 押 其實最重要是 用一個AED 好像我記得是這樣的 AED 可以放肩膀 另外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 左 左 左 空下 可以把心臟 激和 激和 即是 pump up the heart life again 他一定有些 機會把心臟 碰住 四分鐘就沒有了 還有三分鐘 腦缺氧 誰都是 就沒有了 這個生命就是這麼快 所以最急 最急 最急 這個時間 就是三 四分鐘 但是 已經是遲了十幾分鐘 才有人來救 救他 以及 刺影隊 還繼續拍 可見 你看 這個商業社會 有些 非常殘忍 所以 制度 歸制度 但是 我們一定要 認識自己 對自己身體 交流 和自己身體 聊天 知道身體 是什麼狀況 你不吃著他 他就放棄了 沒有辦法 心臟就是這麼簡單 他是一個 肌肉 一個 所以你又 給他休息 你十一點 最晚 最晚 你又十一點 你自己睡覺 你沒有理由 十七個小時 一部機器 都要休息 所以 今天兩天 你要對自己身體 又好些 遵循我們的自然規羅 第二 你不用急 人生是可以慢慢來的 有時 有計畫好些 有時可以多些 可以補一下 但是 不能補得太盡 是不是 你身體沒有了 你爹地媽媽媽 白髮送黑髮 你女朋友 哦 那麼漂亮 期待你一齊 有個美好的未來 沒有啦 很可惜 但是他同時又給了很多 世人提醒了 我們的身體是比我們更重要的 才可以有好的生活質素 好了 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你收看 下次見 拜拜